我们先来欢迎今天我们生日的家人好吗 沈祥福先请入座好吗 祥福哥衣服换好了吗 还没有 那第二位吴云云 阿娇姐 阿娇姐 阿娇姐给她老公席 也在 第三位曾富贵 好 富贵姐来 先来前面坐 好我们今天来 请问这位 这位 吴云云 阿娇姐 好我们帮阿娇姐先换上瘦金袍好不好 我们还有五位 各位弟兄姐妹会唱吗 会 很小声再唱一遍 来 快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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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出席今 我总醉年 心底清凉 其他欢喜 这日永远 不能忘记 快的日 快的日 旧出席今 我总醉年 好 谢谢主持人这么卖力的唱 我可以唱 Key可以低一点 好 那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有三位 我们今天要来见证 三位弟兄姐妹要受尽 歸入族的名下 那因为目前还是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等一下 我们是用浇水礼的方式 我会请受尽者一位一位 好首先我们先欢迎 我们第一位新家人 沈湘湖 弟兄 好 好来 稍后站 来 来 来 湘湖哥 我要请问你 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 A 掌声鼓励鼓鼓鼓 湘湖哥 你是否愿意一生都做上帝的儿子 跟随主 A 掌声鼓鼓鼓鼓 神降福弟兄 既然你愿意接受耶稣 也愿意一生跟随主 我以牧师的职份 要为你施敬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施敬 Amen 快乐日快乐日快乐日 旧终继继继 我终见面 心里情的 心的欢喜 生日永远 不能忘记 快乐日快乐日 旧终继继 我终碎面 好来转身 攝过来 攝过来 哇这个水有点太温暖了 你们加一点点凉水 有点太热了 浇下去全身都火热 快要熟了 哇这个这样子生命一定完全不一样 好 我们欢迎第二位姐妹 吴云雨姐妹 来 好 谢谢 好 吴云雨姐妹 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 愿意 掌声咕咕咕咕咕 好 阿娇姐 你是否愿意一生做上帝的女儿 遵照圣经真理而行 有 愿意 Amen 鼓勵鼓勵 好 既然你愿意接受耶稣 也愿意一生都做上帝的女儿 我以牧师的职份为你施敬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敬 好 准备了 来 快乐日 快乐日 九属星星 我终飞灭 星期晴亮 几大欢喜 日月永远 不能忘记 快乐日 快乐日 九属星星 我终飞灭 好 来 慢慢转身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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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迎第三位姐妹 真富贵 姐妹 好 小心 来来来 靠过来一点点 好 好 那个 富贵姐 口罩 没关系 没关系 富贵姐 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 我愿意 掌声鼓励鼓励 好 富贵姐 你是否愿意做神的女儿一生跟随主 我愿意 耶 我怎么听到旁边的人都愿意啦 太愿意了 对不对 好 既然你愿意接受耶稣 富贵姐 你也愿意做神的女儿 我以牧师的职份为你施敬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敬 快乐日快乐日 救出心里我送费灭 转身 转身 好 小心 来 来 感恩 感恩 福你 福你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 你将耶稣赐给我们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重生 今天我们见证三位弟兄姐妹 他们的信主都是何等的不容易 每一个都是上帝你的奇迹 在这圣诞节期间 愿更多这样的奇迹 发生在我们每一位为信主的生命当中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的圣灵也继续的充满他们 引导他们这一生更加的向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拍手感谢主 Hallelujah 好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往大堂 继续我们第二堂的崇拜 他们平常都习惯讲台语 那他们也上台 昨天新会有班的时候都非常的紧张 所以希望就用问答的方式 那我如果没问到的 那再请亚文也可以补充 让我们多认识他们 好 我先请问一下 是哪一位先信耶稣的 我 掌声鼓励鼓励 来 这次给你拿 帮他们拿麦克风 好 那 那阿娇姐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 你接触教会 大概是什么时候接触教会的 我大概在一年 一年多前 因为我的孙子 吴又汝他来这边上课 我觉得不错 他本来是在补习班 我就看 结果有朋友带我孙子来这边上课 我觉得不错 他又喜欢教会 他说阿嬷我都要去教会上课 我说好啊 我就这样子认识耶稣的 我很感谢耶稣帮我 然后大概 他在这边上课大概一年多 我就 我也跟着过来了 我孙子跟我讲说 教会很好耶 我说我也知道啊 因为我本身也是教会的人 我是天主教 我放很多个 本来是天主教 然后上来台北上班的时候 我说对面有那个天主堂 我想说去那边做个礼拜 结果没有 他里面不是 那个没有做礼拜 因为他们里面都是一些 就是 那个要怎么讲 育幼院是不是 育幼院 主要是天主教办的育幼院 对 后来我就 没有地方可以上 那个我就 因为我当次郎小姐 我比较没有空 然后 我嫁给我老公以后 结果她 我婆婆他们是拿香的 我为什么会这村这个香呢 就是我婆婆每次 每次那个 台仁说薄杯 都薄薄杯 后来她就说 她叫你来拔 我说 我不行 结果她说 不要紧你拔 因为他们家里的那个祖先 都每次 煮菜都要煮很多 最早要七八样 我就说 那爱吃 青菜吃 结果就放我拔 我就说 我就说 祖先啊 青菜吃 随便吃一吃 有吃 也可以吃就好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下次再煮给你吃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杯 结果一杯就有了 因为我婆婆 那个薄薄薄都薄 七薄薄都薄 我就说 后来我就跟她讲说 随便吃一吃 她就 她可能也答应我 然后一杯就好了 我婆婆就说 我以后都让你拜 我说 没有啦 哪有人这样 后来我就说 后来后来你老婆 这样说就好了 我就继续拜 她一直等到那个又如 又如好像来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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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又如是一年级来的嘛 她现在三年级了 我大概一年多啦 对 我是一年多 后来到教会的时候 认识了梅兰老师 还有姚文老师 我说 来上看看 我说 好啊 因为我很喜欢听诗歌 后来我就跟着来 哎 不错 这样 这一堂上第三次嘛 对不对 我来这边三次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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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来三次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耶稣不错 后来我就跟着耶稣来 也许是耶稣引导我过来 好 我就 我就蛮高兴的这样子 这一次 我跌倒的时候 大概9月 9月16号那一天 因为我去帮忙回收 就我回去的时候 不小心踩错 没有踩好那个阶梯 结果往后倒一直推 推到 推到那个我们楼下的那个墙壁 而且我 我整个人 整个人都 那时候就 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了 后来我就 头也痛啊 那个腰也断掉了 后来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会很痛 我马上转身过来 我就 我就生大呼吸 然后就 主啊 我身体很痛耶 后来 后来 这样好的时候 我就打我的心脏 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我 呼吸比较好的时候 我就 我就说 心里就在想说 有耶稣在帮我 这样子 我真的很感谢耶稣 我女儿生产的时候 这几天 大概她 12月14日 她生产的时候 我也在耶稣面前 祷告 我就跟她讲 上帝啊 耶稣 保佑我女儿今天 她刚刚去医院了 可能是今天会生 结果没有多久的时候 我女儿传简信来的时候 她生了 结果我问她 回来的时候 我就问她说 她说很痛啊 她这里进去大概十几分 不到20分 就生出来 我说那不错啊 很像母鸡在聖诞一样啊 有的人要等很久啊 对不对 我说这样子很感恩耶稣 我没有跟她讲说 那时候我还没有跟她讲说 我有跟耶稣报告了 对 我很感谢耶稣 还有昨天 我那个女儿说 那个小孩子一直吵 一直吵 她的婴儿一直吵 她不睡 结果我刚好要去洗手间 我说 你们怎么还没有睡觉 小孩子都不睡 一直哭一直哭哭很久 我说 好 你抱到我房间去 结果她身上有 本来是没有给她带那个 那个保身符 我说你给她拿下来 她放在哪里 她说放在这边 我说不用 你拿出去 你们房间去 你不要放在我房间 后来我就 小孩子我就给她包一包 然后我就跑到那个 耶稣的面前 我说上帝啊 耶稣啊 我说 我说这个小贝贝啊 是你的儿女 我请你帮帮她 让她好好的睡 好好的喝奶奶 这样子 不要让她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这样子我感谢主啊 你也保佑我很多 希望主啊 也能保佑我的孙子 这样子 结果我就 我就跟她祷告 祷告好的时候 我就跑去房间 结果奶奶就吃了 一下子就吃了 一下子就吃完了 一百二一下子就吃完了 对啊 一百二一下子就吃完了 我就 对啊 后来我就说 那你要乖乖喔 耶稣会保佑你喔 一睡就睡 睡五个多小时 就是这样子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住院的时候 对对对我忘记了 那个十二月十六号 九月十六号跌倒的时候 到医院去 我女儿好像在睡觉 后来那时候大概是凌晨 不要十一点多还是十二点多 结果我就躺着 没有办法睡 因为很痛 后来我就一直往天花板看 然后又看到那个窗帘 因为我们医院都有那个窗帘 围起来的 隔起来的那个脸 对对对对 后来我就 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我说好痛喔 后来 我好像看到一个人头在那边一直看我 好像一直笑我 那时候心里就紧张 我就开始祷告了 我说耶稣 拜托你 让我不要痛 也让我不要看到这个无形的东西 我不喜欢 我会怕 结果后来我祷告完的时候 我就说 我是比较不会祷告 因为刚刚开始嘛 就跟耶稣讲说 耶稣拜托你 让我 让我好好的睡一觉 因为我这两天我要开刀 耶稣 后来我就说 耶稣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一睡就睡到天亮 后来我女儿说 醒来醒来你要不要吃饭 我说不要啊 他说你睡得很好 我说很好啊 我说有耶稣保佑我啊 他说 喔 这样子 我一直搬来犯气 这样子 我说好啦 改天我再跟你讲 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子 谢谢 阿嘉姐都说他不会祷告 我觉得他最会祷告 因为他每一天都去找主耶稣 他在每一天都去找耶稣 那我们要问祥福哥 信耶稣感觉怎么样 很好 很好 心里怎么样 很平安 很平安 阿耶稣在哪里 在心里 他们两个夫妻都很棒 很彼此相爱 然后阿娇姐也很有幽默感 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新家人 有空多跟他聊聊 谢谢 好 那我们要请富贵老师分享一下 大概他接触这个信仰有多久的时间 那特别是我们暖暖圣光老师 大概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那为什么最后会决定 下了这个重要决定 就是要受洗成为上帝的女儿 大概分享一下好不好 大概三年前吧 三年前吧 参加幸福茶会在古传道 古传道的家里 古传道的家里 那时候非常感动 但是因为第一次 所以没有 就是没有表示 就是后来陆续的参加了礼拜五早上举行的旺德福 所以已经好几次了 每次大家兄弟姐妹都很热心帮忙 我们也很快乐 所以大概是实际上是三年前结束这里 但是来过教堂是在我大一的时候 哇 是在台北 但是在学生时代陆陆续续有人 同学介绍我去教会或者讲道给我听 但是因为都是短暂的就离开 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那最近 最近为什么这次决定 有这个决心说好 我就专心我收进来做上帝的女儿这一次 因为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震撼 第一次就是因为我家里面 换了榴梨台 厨房的榴梨台 那榴梨台把抽屉弄脏了 所以我就要清 我要清的时候 我把抽屉拉出来这样比较好清 但是要换回去啊 因为有子轮 很不好换回去 我这样奋斗了一个小时 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换不进去 最后我说 上帝啊 请你帮帮我 我祷告了一下 一下子我就忙了 就这样进去我也不晓得怎么进去 那第二件事情也是才不久前 因为电风扇已经冬天了 电风扇要收起来了 所以我把它清洁 清洁了两台 有一台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不是很长啊 但是我已经坐得很累了 所以要把那个前面的网页放进去的时候 第一台是花了一点 大概十几分钟 那第二台我就跟上帝讲 我说我已经很累 我想快点休息 能不能让我顺利地放进去 那当我把第二台的网页 前面的网放进去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没有 就是好像我头就忙掉了 然后手也不是我的手 就这样我看都没看 就这样放进去 我心里面非常震撼 我说哎呀 上帝 你的手出现了 在我身上显现了 所以我非常的 虽然是小事情 但是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我 所以使我一下子就放进去 所以这两件事情让我震撼 虽然是小事情 但是我就感到神的存在 使我脑中一下子茫然 然后手不听死坏 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工作 谢谢 谢谢富贵老师 我们先请回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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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